歡迎收看JB單車兄弟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產品 非常適合爭分奪秒的運動員、單車手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SRAM剛剛推出了新的RAD變速套件 今代的RAD就叫RAD SS 和上一代的RAD E-Tab SS的叫法有點不同 對於新版本的SRAM頂級變速套件 其實在很多組件上也有更新和改動 有些變化多有些變化少 我稍後會逐樣逐樣告訴大家 其實SRAM這次的更新改善在性能方面 人體工學方面和重量方面都有改善 大家如果買全套的SRAMRAD套件 其實它會跟著HAMMERHEAD CARU的全新馬錶 如果你整套過買 這個是一個功能的功能 SRAM已經好幾年沒有更新到RAD套件 隨著去年FORCE的新件發布 大家都會推斷到有RAD的新的變速套件 希望可以幫到內心糾結緊的車友仔 看看可不可以幫大家解決到 究竟要不要買新的變速套件 究竟選不選RAD好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做到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好看 就幫手按個訂閱按個LIKE 事不宜遲 我馬上講第一件事 今代的RAD套件最大最有感的更新 就一定是這支槍手的殺便把 也是這個新套件的最大賣點 新設計它的Hood的位置會小很多 亦都改善了它的剎車性能 一樣的剎車力度 舊代和新代相比 新代會有更加大力 RAM聲稱它一隻手指 就可以停止車 已經可以做到制動 今代的RAD套件和上一代的RAD套件 都是用一個12速的變速系統 轉波的方法 亦都是在左右兩邊這一顆鍵 一邊就升檔 一邊就降檔 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樣的 兩邊的鍵一齊按下去 就是大餅去轉換 亦都是跟上一代是沒有分別的 操控上 跟上一代一樣 轉波都是快而準的 這個沒有變的 首先我們要講一講液壓卡鉗 Hydraulic Disc Brake 那套東西 因為大家可以看螢幕的圖 可以看的 其實它裏面的Piston 它的擺位是轉了 舊代和新代 舊代方面它是用一個垂直的活塞裝置 而新代它會用一個打橫的活塞裝置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打橫的話 它會按下去會比較有應力一點 行程會長一點 會應力一點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可以的 鋪力度可以增加有改善到 SRAM的工程師聲稱 他省了多少力呢 跟上一代比較 鋪力量 如果你駕上把位 它那個力度是可以省到80% 駕下把位可以省到33%的力 對於會經常下山或者下斜路的朋友 是一個福音 它可以省一點力 手下到山腳都不會那麼累 有外國網媒用過 其實他們說這隻卡鉗 駕駛的力度很平穩 你按那個煞車的煞車的時候 很循序漸進 亦都會根據路況 跟據你的騎乘 去做到一個循序漸進的一個駕駛 這個是外國網媒實測過這樣說出來的 另外一個很巧妙的一個改動 就是它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位置 它是向上升高了7度 我在屏幕上給大家看一張圖 向上升高了7度 那其實今代的駕駛 其實是長了5-7mm 但是因為它向上做高了7度的關係 大家看下去 駕駛反而是小了 這個是很巧妙的設計 另外它這個放置位 它做了一個向外拋 然後向內縮 這個也是會符合人體工學 亦都跟上一代 在底部的位置是相約的 這一支槍手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更新 就是它多加了一顆的 這個Bonus鍵 這顆Bonus鍵 位於槍手的內側那邊 這個外側 這個外側 這個內側 那它有什麼功用呢 它出廠的時候 官方就自訂了這顆鍵 是做一顆轉波鍵來的 按下去就會轉波 但是它其實可以 和你的馬錶溝通到 你可以用這顆鍵 連結你的馬錶 去看你馬錶相關的數據 運動員或者車手 就不用手離開了那個槍手 去按在你把手上面的馬錶 而是可以在那個殺變把上面 操控到 進一步提升了安全性 在這個位置 也都是左右兩邊的槍手 都有這顆鍵 今代的SRAM 是和之前一樣 它也是有一個 1X系統 或者2X系統 在Red件可以用到 2X方面 它的齒比 有幾款 有50 37 48 35 46 33 T 的一個齒判 可以選擇 因為它工程師 所以想減輕重量和增加光性 其實整個齒判 是一體化鋁合金做的 和這個 碳纖的曲頂臂去做配合 意味著如果大家想要換齒比的話 你要整件 即兩塊齒判 要一起換 不能單 另外 separate 換一塊 如果大家不喜歡2X的齒判 它也有1X系統 可以選擇 亦有些Aero版的 很漂亮的1X的齒判 讓大家選擇 如果反正大家 都不會去 爬球的話 不妨用Aero 1X系統 亦都會更加漂亮 如果上述的齒比 都不是大家的杯茶 其實它還有一隻 54-41 56-43T的齒判 可以選擇 加上有1、2、3、4、5、6個齒比 給大家選擇 好 我們又下一部分 這一部分 都是一個非常有感的升級 就是一個前波撥前面 它和之前的版本相比 它的固域其實是造小了 造小了固域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轉波撥的時候 行程會短一點 亦都會轉波會快 如果大家喜歡DIY的朋友 其實它有一個給你調校前波撥 和大餅的一個調節工具 紅色就是46-53-57次比 我手上拿著這個 另外它有一個綠色的 綠色就是52-39-56-43次比 一款紅色一款綠色 另外一個改變就是 它的後面速器 其實它的重量 現在就是262g 它涵蓋的飛輪的範圍 就由28-36T的飛輪 它都兼容到 它是更新的 並且它這次的軸 按鈕也是更新的 那軸就換得比較大隻 一個很巧妙的一個點就是 它這個後面速器 因為它同時兼容1X和2X的 變速系統 它這裏有一個叫Orbit流體阻力器 它可以防止鏈條 因為擺動而會脫落 所以無需擔心 它由1X的鏈環那裏掉了 講到粒電 它粒電 SRAM估計可以讓你騎行60小時 視乎你轉波密不密 如果你不轉波 當然會用得更加久 這是粗略的估計 換電很簡單 跟上一代一樣 它都是拆出來 然後放到充電器那裏充滿它便可 這個功能其實挺方便 如果你會拿單車出國比賽 或者拿出去還到油 你可以直接拿走電池 更新 你就不會被人拆開盒子 要拿走電 這個可以十分放心 拿出國使用 另外一個非常有感的更新 就是它的飛輪 我手上橫彩色飛輪 就是136T 橫彩色非常漂亮 我的標準銀色 它的規格是1310 兩款都十分輕 當然幻彩色是會貴少少 另外136T 也會貴少少 這個升級絕對有感 因為一定看到 立即看到 一個幻彩飛輪 立即看到 鏈條方面 都有更新 它也是一個平頂的鏈 裡面內側那面 就會度了格 就會增加硬度 增加剛性 內容度 這次也有標準版的銀色 還有幻彩色 讓大家選擇 不知道大家對這套新的SRAM Red SS的變速套件 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是JB單車兄弟的Billy仔 希望今集可以幫大家解決到 內心糾結要不要升級變速套件的問題 如果覺得今集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又好看的話 幫幫手按個訂閱鍵 還有CLS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多謝 拜拜